好 同学们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道例题 这道题说呀 猫妈妈钓来了一些鱼 小花猫吃了一条 把剩下的 是不是吃了一条啊 对吧 把剩下的分给了小白猫 小白猫吃了一条 把剩下的一半分给了小黑猫 这时小黑猫还有四条鱼 请算一算 猫妈妈一共钓了多少条鱼 我们来想想这道题的一个过程吧 在这是不是猫妈妈钓了一些鱼回来呀 把它分给了三只小猫 对吧 是怎么分的呢 首先啊 它是这鱼啊 先到了小花猫面前 对吧 小花猫是不是先吃掉了一条啊 然后把剩下里头的一半分给了小白猫 那小白猫是不是分到了 吃完一条的里边的一半啊 对吧 接着这小白猫啊 它分到的这些鱼里边 它是不是又吃了一条 吃完以后 它把剩下里头的一半 又分给了小黑猫 对吧 那这个时候小黑猫还有四条鱼 对不对 那要求猫妈妈一共钓了多少条鱼 这题啊我们还是得还原 就是从后往前倒着来想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过程啊 好 吃一条 分你一半 吃一条 分你一半 对吧 这个过程倒是挺清楚的 但是啊我们自己脑袋里边 我又想不出来它一开始有多少条鱼 对吧 所以在这我们得倒着来想 怎么倒着想呢 就从小黑猫开始 小黑猫不是有四条鱼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往回往前想一步 来想想这个小白猫有多少条鱼呢 在这小黑猫为什么会有四条鱼呢 同学们 因为小白猫给了它一半 对不对 那你说小白猫应该有多少条鱼呢 给了它一半 那它应该是四在加上四 对吧 那它只有八条鱼吗 同学们 讲一下 在这它还吃掉了一条 对吧 是不是它吃掉了一条 剩下的里头的一半是四只 对不对 那原来是不是还得把吃的这一条 给它加回来呀 对吧 所以原来小白猫 是不是应该是四加四再加一呀 对吧 应该是九条鱼吧 对不对 这道题是不是 把我们前面学的两种类型 都结合起来了 对吧 首先它是还原 对不对 我们从现在找以前的 对不对 还有就是跟我们的大饼 其实结合起来了 在这儿分给它了一半 说明一开始 我是不是得再加一份啊 四加四 对吧 那吃掉的那一条呢 吃了的也要还回来吧 对不对 再加上吃掉的这一条 所以小白猫本身是有九条鱼的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接着在想小花猫啊 猫妈妈是不是一开始把鱼全给了小花猫 对不对 对 小花猫吃了一条 把剩下里头的一半 分给了小白猫 对不对 那也就是说这九条是它剩下里头的一半 对吧 对 那它剩下了多少条鱼呢 是不是 一半再加一半啊 对吧 是不是 九加九呢 对不对 对 那这是它剩下的 它还吃了一条 吃的这一条我们得要把它给加回来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小花猫是不是应该是九再加九啊 这是一半加一半对吧 然后把它吃掉的那一条也要给加上吧 对不对 在这是不是等于十九条啊 对吧 对 这十九条是不是就是猫妈妈一开始钓的鱼了 对吧 好 这个题我们是不是就解决了 好好再想一想这个过程 虽然这个题呀 有点绕 但是呀 只要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 那两种题型呀 理解透了 这题其实也好做 对不对 咱们就从小黑猫开始 找小白猫 找找小白猫以后 再找小花猫 是不是就出来了 一二三 是不是从后往前再倒着 再倒推呀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最后一道 一题六了 同学们 我们今天学到生活中的数学呀 其实呀 就是我们的简单应用题 对吧 我们是不是学了还原呀 或者叫倒推 对不对 还原就是知道现在的 要找原来的 对不对 我们还学了一种假设法 对吧 在假设的时候 我是不是要假设 比如说我们男生女生那道题 对不对 密题三 我是不是要假设 少的那一方啊 对吧 一假设 假设它是零 对不对 接着我们最后学了一种方法 叫做画大饼图 对吧 什么时候用大饼图呢 就是一半一半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要用大饼图了 对吧 这大饼呀 很容易 咱们以后呀 上二年级的时候 还会继续学到这种倒推的题目 到时候我们会学一种 特别有趣的方法 叫做火车法 那我们呀 今天就学到这了 同学们 我们下节课再见